高雄市議會第三屆成立大會 議員宣誓就職典禮 首先推舉主持人 依地方制度法第33條規定 請最資深議員主持推選會議 我們恭請陸淑美陸議員 上我們的報告台 他是最資深的 謝謝 首先欢迎我们各位议员的当选人来宣誓 本人非常的荣幸 依地制法第33条担任我们推选的会议主持人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们请各位议员来推举一个主持人 那是不是我们就请我们这一届得票率最高的 我们的黄柏林议员来担任 我们各位议员有没有意见 那我们请黄柏林议员来当我们的主持人 请黄议员柏林就主持人座 陆议员淑媚请副座 高雄市议会第三届当选人宣誓就职典礼 典礼开始 全体苏林 主持人就位 唱国歌 唱国歌 阳认为一些广告 正像一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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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耳朵是唯一全封 书也唯喜主已是从 是情是容 书也唯一是唯一 书也唯一奔 皇上是组 向国旗继国父一项行三鞠躬礼 请主持人向后转 一鞠躬 再鞠躬 三鞠躬 各位当选人请坐下 请主持人致辞 监视人台湾高雄地方法院陈中和院长 第三届议会全体同仁 及力领本成立大会的各位嘉宾 大家好 本席深感荣幸 受到各位议员同仁的托付 接下深具异议的高雄市议会 第三届成立大会的主持重责 现在本席正式宣布 高雄市议会第三届成立大会正式开始 第三届高雄市议会今天正式成立 我们66席议员代表高雄市 270多万市民 共聚议事厅 任重而道远 我们必当以市民福祉为先 全力以赴 绝不辜负市民之所托 今天成立大会有三项重要的工作 包括选举第三届议员宣誓就职典礼 办理第三届议长及副议长选举 以及就职交接典礼等 现在我们开始进行第三届议员的宣誓就职仪式 全体议员当选人宣誓 主持人引导宣誓 请引导宣誓人就位 好 开始 监视人就位 请台湾高雄地方法院成员长中和就位 宣誓请全体议员当选人宿力 面向国其及国父一向举右手 宣读誓词 誓词 于事以至诚 可遵宪法 效忠国家 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 代表人民依法行使职权 不寻师舞弊 不迎求私利 不受受贿赂 不干涉司法 如为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制裁 警示 宣誓人 宣誓人 我们请问我们的宣誓人要在事实上签名 宣誓人 宣誓人 请监视人报告完成宣誓人数 好 那主持人黄议员 各位议员 各位贵宾 现在本人以台湾高雄地方法院 法官兼院长身份 宣布 今天高雄市议会第三层议员当选人 法定名额66位 今天出席法定宣誓的议员 共有66位 全部完成宣誓 得依法执行私议员 主席 恭喜各位 谢谢大家 请监视人 副位 礼成 晓月 当会休息10分钟 布置投票所 请各位贵宾 至简报室休息 请各位媒体记者 离开我们的议事厅 我们要准备 我们要投开票所 所以请各位媒体记者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的配合 高雄市议会第三届议长副议长选举 选举议长 请主持人宣布议长选举开始 选举开始 我们首先要推许选监察员 那民进党有推荐两位 李乔如议员 陈惠文议员 国民党推荐两位 陈丽娜议员 王耀玉议员 然后五党籍 推荐吳亦正议员 那各位对这五位 监察员有没有意见 那如果没有请鼓掌通过 我们谢谢主持人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秘书长来补充一下 我们的那个出席人数还有选举的方法 向大家报告 完成宣誓议员就职66位 出席议员66位 已达法定出席人事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 向大家报告 投票方法 投票方法 依照地方制度法44条规定 直较市议会 至议长副议长副议长各议人 由直较市议员以既民投票分别负选之 请各位议员在议长或副议长选举票上 签选议人为议长或副议长 第45条规定 议长副议长的选举应于议员宣示就职典礼后 及时举行 并由议员总和过半数出席 以得票达出席总事过半数为当选 选举结果无人当选时 应立即举行第二次投票 以得票较多者为当选 得票相同者以抽签定之 本市选举使用选举票 续将前提议员姓名 按中央选委会 公告之议员当选名单 顺序分300横列印字 发选举票时 议案此顺序 由管议员依序典礼 领票时 请各位议员亲自领票 典礼时 如有联系典礼三次 而议员不在场 或虽在场 而不应允礼票 即唱下一位 是在场议员 今唱完毕后 再唱 在第二轮典礼 如第二轮典礼三次 任不领票之议员 似同气论 又第二轮典礼时 全部完毕 进行完毕以后 如有以领阿 未投票入轨者 以以领 未投票之处理 同时请各位议员注意 选举票准用 地方立法机关准则 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 有下列刑刑者 无效 一 签写两人以上 二 不用本位自发的选举票 三 所签的位置 不能辨别为何人 四 签后以图改 五 签名 盖章或按指印 加入任何文字 和符号 六 将选举票 识破 自不完整 七 将选举票 污染自 不能辨别 所签写为何人 八 不加签签 完全空白 九 不用本位自备的签选功绩 以上九项如有论和一项行刑者 选举票即为无效 投票完毕 立即进行开票 以上报告 谢谢秘書长 那我们是请这五位监察员先到前面来 选一位主任监察员 来 议长请 这 记民投票 这是今年第一次是死的 是不是请议事主 把我们十六位议员 岁面 这个定数要怎么走 岁面没有清晰 现在大家要明明 好 谢谢许议员 那我们请 议事组主任 再把这一次 第一次记民投票 整个最重要的细节 再向所有的议员说明一次 请 谢谢主持人 谢谢那个许议员的那个 垂询 那我们这一次是地方制度 没有错 就是我们许议员所指示的 就是第一次 那么第一次记民投票的话 我们在选票上面呢 我们会有 每一位议员的名字 也就是选举人的名字 那选举人的名字 当待 待会呢 我们会一一唱名 比如说我们朱信强议员 我们唱名的时候 就请我们的朱信强议员呢 就到我们那个领票处呢 我们就来领票 然后签名领票 签完之后 我们再到我们的 哲平那边盖一个戳计 那个戳计就跟我们选举的 选举票是一样的 盖完之后 再到我们的那个投票轨 这一边 把它投进去就可以了 那我们唱票的时候呢 我们会 比如说 朱信强议员 投某某议员 一票 这样子 我们会这样子唱得很清楚 会这样子很清楚 这叫记名投票 以上报告 不知道有任何的问题吗 各位议员 还有没有不清楚 来 请康议员 那如果已经有的话 再签名的话 会不会算成无效票 我觉得这个必须要厘清 在签自己的名字的时候 那个签名不是签在 我们的选票上面 是领票签 万一在选票上 在自己的名字 印好的自己的名字 旁边又签康议呈 这样算不算无效票 我认为是有效票的 是因为是记名投票 所以他如果说 因为我们的名字 已经印在上面了 然后你再写一次名字 那是OK的 那也是一种记名的方式 那是有效的 好 来 李乔鲁议员 我再补充请问一下 我们的印的名字旁边签 OK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他签在我们 每一位66议员候选人 的上面的时候 这样算不算有效 还是无效 签也要签不合适 如果签在你的投票的 好 算你的上面的时候 这个要讲一下 是 这个部分 我想是这样子 我们会因为这个内政部 也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我们会尊重我们 五位监察员 我们那个大会 或者是监察员的决定 这样可以吗 我们等一下 这五位监察员到前面 选一个主任监察员以后 等一下就是 是欲有争议的票 就由这五个来开会来认定 好不好 这样因为各党都有推荐 那个委员嘛 好不好 那各位议员还有没有意见 好 那如果没有 是不是请刚刚 各政党推荐这五个议员 到前面来选一个主任监察员 好不好 来那个陈丽娜议员 李乔鲁议员 陈慧文议员 王耀玉议员 还有吴义正议员 来请五位到前面 互选一位 好 那就由吴义正议员 担任主任监察员 好 那我们继续进行下面的议程 请监察员查核选举票 请监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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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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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 请李雅筑议员领取选票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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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梅筑议员领取选票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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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梅筑议员领选票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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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